早睡早起是一个我们从小就都知道的好习惯 它似乎可以让我们头脑更清醒 精力更充沛 增加免疫力 以及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 但是在现在普遍工作压力越来越大 夜生活也越来越丰富的情况下 我们似乎只有晚睡一会儿 才能有由自己支配的时间 那么早睡早起还值得吗 作为一个常年晚睡晚起的健身博主 我还在接下来30天里 从每天凌晨3点睡11点起 改成晚上9点睡5点起 看看我的生活和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 说实话我觉得有点难 Let's go OK各位 现在是晚上的8点50 刚吃完晚上最后一顿饭 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困 但为了明天能有充足的睡眠 还是要逼自己去睡一下 祝我好运 哦对了 手机我就放在外面了 可能很多小伙伴好奇 为什么要5点起呢 这也太早了吧 根据2022年中国作息报告显示 绝大多数人的起床时间 都是在7点左右 那假如8点上班 我们只能在洗漱后 匆忙吃个饭 就得出门了 而5点起床 就至少有两个小时 是可以自由支配的 同时当我们刚起床后 大脑会进入一种叫 低谈脑波的状态 这种状态非常有助于 我们进行需要创造力和记忆力的活动 比如学习 冰想或者任何你需要时间和空间 独自完成的事情 现在是凌晨2点半 昨天没喝咖啡 但没想到这么早就起了 睡不着的话 我待会直接起了 跟内 没想到5点起床 天就已经这么亮 但是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有点恐怖 听话课里面人已经坐满了 大家都是咖啡的奴隶 另一个每天5点起床的好处就是 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接触日光 根据著名脑神经学家 安卓修文所说 当我们起床后 第一时间出门 接触太阳角度比较低的日光 会更有效地调节我们的昼夜节律 同时如果你所在位置能看到日出的话 因为蓝光比较分散 太阳是橙红色的 文献发现 这种红光可以促进我们视网膜 线粒体的产生 从而提高视力 但我今天出门 就是一天完全没有太阳 太倒霉了 大家都知道 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吃早饭的人 除了起不来之外 更重要的是空腹可以让我感到头脑更加清醒 但是为了能尽快调节时差 我准备少吃一点来作为炼前的一餐 根据The Circadian Code这本书里说 如果每天在同一时间吃早饭 那么身体中的各个器官都会在同一时间准备好 来消化和吸收它 而如果长时间不规律的进食 则会让身体不知道该在什么时候处理这些食物 从而有可能让血糖升高 甚至引起糖尿病 所以既然早起了 我也想尝试一下规律的吃早餐 看对我的身体 有没有什么积极性的影响 这本书里同样说到在老鼠实验中规律的运动 不仅会让他们在晚上用更好的睡眠 在白天更加精神 同时还会有更规律的作息 而在人类实验中 规律的运动也会提高不同年龄人群的睡眠质量 以及白天的精神状态 那对于我个人来说 除了以上这些好处之外 我只是想早点把训练完成 看这样能不能提高我一天的工作效率 各位很难想象现在才9点多我就已经练完了 通常这个时候我还是在深度睡眠里 而且我现在一点都不累 头脑也特别清醒 这早起真有点东西啊 我要趁热打铁 现在开始工作了 本来想拍点工作时候的镜头 结果一躺这就昏死过去了 果然早起没有这么简单 理论上来讲 为了能快速把时差导过来 我不应该在白天补觉 因为Why We Sleep这本书里说 白天补觉会减少晚上的睡眠压力 竟然又容易晚睡晚起 Sleepiness is lost by way of the nap 但是我严重低估了 在白天不补觉的难度 因为一直在家工作也没有人盯着我 我发现自己很容易在每天同一时间犯困 在犯困的时候想去补觉 各位为了能管住自己不补觉 我已经开始在咖啡厅工作了 但我发现工作效率还是很低 那这本书里还说 通常一天我们可以倒一个小时左右的时差 也就是说如果想从11点起调成5点起 至少需要6天的时间 但我这已经过了一周多了呀 看来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Beautiful car 各位还是东海岸的日出最好看 大家可能好奇 为什么我要来这么远的地方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我在加州嘛 其实很难看到真正的日出 第二个原因就是 因为麦阿密 与我住的地方早三个小时 如果在这边都能每天早上5点起床 那回去之后就会很容易 当然我只是想旅游 不知道是因为看日出更容易 还是出来旅游心情更放松 我感觉在麦阿密 早起真的会更容易一些 现在是早上的4点20号 对比之前日夜颠倒的作息 我开始了更规律的吃饭 运动 工作和休息 慢慢的 我喜欢上了这种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的状态了 早安 你的名字阿里 帅 什么帅 你这个时候的晚上 我只是休息 你安全 这里是危险的吗 每个地方都很危险 你回到这里就起来 然后我给你一些 谢谢 谢谢 我刚遇见一个本地的麦阿密人 他说这个地方还挺危险的 我只想买个咖啡 听得到吗 听得到 怎么了 你不会是要睡了吧 对啊 现在都时间半了 今天是几进度呢 我明天给你好不好 我现在肯定得睡了 已经40天了 40天了 40天怎么了 我最高进入是46天 我还有6天呢 所有人都在问我 我我也在问我 什么时候给出稿 我靠不住啊 哥 我刚从卖阿密回来 我感觉我这个作息 已经调得差不多了 你还想让我熬夜吗 我今天必须看到视频 只熬一天 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又当我抱这种天真的想法 开始爆肝时 现实又给我上了一课 因为我发现 熬夜也根本做不完啊 各位 现在是凌晨的 2.05 今天肯定是做不完啦 先去睡了 明天还得早起 而且更重要的是 这种情况 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 每次视频 到冲刺阶段时 健身 饮食 做鸡 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都会受到影响 挑战失败 现在都8点了 这闹钟也不管用啊 这让我不仅想问 到底是我时间管理有问题 没有在白天 完成该做的事情 还是早睡早起 并不适合我呢 各位 现在是5点半 我来到了健身房门口 本来我以为我是第一个来的 没想到 现在已经有这么多车了 我预想的不同 绝大多数人这么早来健身 并不完全是自己的意愿 而是因为工作 这不禁让我想到 那些曾经 让我们觉得自律的名人 是否也是因为迫不得已 才开始早起呢 各位 我刚看到一篇文章 上面说我们所熟知的 很多老板 都起得非常早 比如马斯克7点起床 星巴克CEO6点到办公室 迪士尼CEO4点半起床 而苹果CEO Tim Cook 每天3点45就起床了 看到这些 我以前会下意识地想 他们的成功和早起有关 但自从我开始工作后发现 他们每天要管理那么多人 应对那么多会议和Email 也许只有早晨 才是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时间 那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 同样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工作 为什么他们会选择早起 而不是晚睡呢 而早起和晚睡 这两种习惯又有什么区别呢 根据Wen这本书里说 当测量了240万人 在全天的动力 自信 和警觉性指标后 他们发现 大家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 呈现出早晨逐步升高 下午下降 而晚上再次升高的现象 而Science of Sleep 这本书里却说 随着清醒的时间越长 我们的睡眠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并在晚上达到峰值 这就会让我们在晚上 有一个奇特的现象 我们既该睡觉了 但又会感到精神 如果一旦开始认真做一些事情 不仅有可能会越睡越晚 甚至还会缩短睡眠时长 各位还有三天挑战就结束了 突然想起来 今天晚上有个东西必须要做完 所以 又得开始熬夜了 我还真没想到 这个挑战是我所有挑战中 做过最困难的 然后三天加油 各位今天是挑战最后一天 我来说说我的感受 首先我并不觉得 自己挑战成功了 因为算下来至少五六天都没起来 整个这三十天 我感觉一直都在倒时差 有的时候为了五点起 还经常睡眠不足 整个一天都不在状态 尽管我并没有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因为我的同事都在国内 如果我要长时间早睡早起 他们也得跟着我早睡早起 那对于互联网从业者来说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确定 以后我也不会再坚持这样的作息了 五点起床可能适合别人 但并不适合我 但是在这三十天的挑战过程中 我看了很多关于早起的书籍和资料 大家其实都在说一个道理 早起的定义并不局限于几点起床 而是比你应该起床的时间 提前一个小时左右 假如你十点上班 那么八点起床就应该被算得早起 因为除了必要的准备和通勤时间外 你多出了一个小时 是由自己支配的宝贵时间 而早晨又是我们一天当中 头脑最清醒 也最不容易被打扰的一段时间 这对于快节奏多信息的现代社会中是非常奢侈的 虽然我以后不会再五点起床 但我仍然推荐大家 在保证睡眠充足的情况下 不用纠结于几点起床 而是把每天的最佳状态留给自己 否则我们就会把最宝贵的时间和资源自动留给别人 那今天视频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活去不掉了